大家好 我是彭子 今天又过来装修的 今天是包这个边 看到吗 极窄 极窄边 公文师傅上次装修的没有把这个材料下了 今天把它下了 刚好我战友今天没来 他那边也在修理 给大家看一下怎么避坑 我这基本完事了 咱下去看看他那边 我战友这个密码 我素半天素来 看 我战友这边都完事了 他这是弄的是全包套 他今天不在 我过来给他盯着看看 所以有点小细节 就在这边 他这是全包 所以说他弄出来以后 这个门你看 靠不着后面墙要去 他现在让厂家过来改一下 所以说有点小问题 都得自己瞅着 他这个靠边一直平铺的过去 因为我们的那个啥 就在这 洗澡在这 那个不影响 你看他贴得把那个贴到后面去 所以改一下荷叶上 看 这样这个还比较麻烦 他之前是天地荷叶 在这里面隐形着了 现在重新上一个 现在重新上一个 上一个 哎呀 所以也比较麻烦 所以当时一定要考虑清楚 你看他只能抵到这 拿过来 他现在一下要 现在180度 180度 抵在墙上 所以他弄个明荷叶了 他今天上班 我过来给他看着 工厂来了一下 他这东西也不行 他这是你看什么 天地 天地荷叶 顶上面 哎 不好弄 刚才师傅弄了 他说不行 对吧 整个门框 我们全部返厂 因为他要贴到后面这一块 看着 所以后期前期的话 咱装修啥 看的是个小问题是吧 但是一旦弄上 装上的话 就不好弄 因为他这还好点是磁砖 如果是外面那个 就是 就刚才看 如果外面那种门的话 你肯定要边上 啥都要破坏了 他这装好了 所以装修看着是没啥事 但实际里面小问题很多 看这一会儿大家装门 浴室门 让你90度或者是贴到墙 一定要考虑好了 我站在这边是通铺的 通铺的是不是好看一点 所以说你看考虑不清楚的返厂 他选的我们的门 位子都选的一家 感觉性价比还可以 他选的这种是 叫叫叫啥 免漆的 比较扛滑 同铺是漂亮 一般是我不在的 我过来 他不在的我过来 我不在的他过来 他那是窗台这个 推拉门换的 我那个没换 就还用的原开发商的 他的卫生也马上打扫 所以说一步考虑不清楚 哎呀 还有边上很多很多 还有小细节 什么对齐 专柜这个还可以给他对着齐了 看 好了 他的工人给他弄那个 那个的繁兆 我上去看看我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在这 感谢大家观看